联邦国会加州38区的众立员候选人 秦振国Eric Ching 他最近就遭遇了一件事 在9月20号礼拜二的时候 他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 这个电话是洛杉矶县注册办公室打来的 那么电话的内容是通知他 他在选票上的名字被改了 在中文版的选票上 他的名字不会被印成秦振国 而是会被印成 由加州州务卿 根据他英文名字的发音 给胡编乱造的一个中文名 叫做艾里克J成 这乍一看呢 这个名都是个乱码 艾里克J成 跟秦振国八杆子打不着 这印选票上谁能看懂 谁能知道这个就是他呢 那么洛杉矶县的注册办公室 打电话的目的就是通知他 说不但洛杉矶县的选票上 会这么印 呈现的选票上也会这么印 于是在接到这个电话之后 秦振国的团队就花了一天半的时间 与洛杉矶县的登记官 呈现的登记官 以及周务卿合作 想要把名字纠正回来 但是毫无结果 于是在9月22号实在没有办法 就发起了法律诉讼 那么最终呢 在9月27号的礼拜一 与总检察长的办公室达成了协议 法官做出了有利于秦振国团队的裁决 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他本人对这件事情是怎么说 我们今天开记者招待会的主要原因 就是说在我们进取之中发生一件 我们从来不可想象 而且我认为州政府是违法的事件 我认为这个事件影响自身 所以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上个礼拜二呢 我们收到了一通电话 是从县的那个Recruiter's Office 打来的 他说我们的中文名字呢 在选票上的中文名字 会改成加州州政府选的另外一个名字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纳闷 我的official名字呢 有中文跟英文 英文是没有错误 但中文的话 我的中文名叫做秦振国 他们改了以后 就是他们自己选择了一名 叫做埃利克斯城 连那个姓都已经改错了 所以说一般的华人的话 他看这个字道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跟我们的名字没有任何一个关联性 没有经过核实 也没有通知 而是他是在印选票的前一两天 跟我们说他们做这个事情 给我们也没有时间反应 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 就是说在法院发布一个 紧急的一个诉讼 是这个道理 就是他这个事情 如果是说我们有疏失的话 应该是在很早之前给我们做通知 让我们来做修正 但是我们在填表整个过程中 我们一而再而三 确定我们没有出错 因为这个名字是我们提供给他的 在初选我们也用同样的名字 以前的这些规矩来说的话 他们会把这个名字就沿用 所以而且他也跟我们讲的是说 只要初选的那些单子 我们填过的 没有任何改变的话 就会照一路的这种 就是这种方式再来 在复选中也是一样 我们不需要填更多的表 所以我们认为 我们整个过程中 并没有任何疏失 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发生以后 当然花了一天半时间 跟他去各个单位沟通 跟洛杉矶县 陈县跟加州州府 我们都在做沟通 因为这个名字 是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拿来的 就是一个拼音 跟我从所有的文件上面 跟我们填的 跟我出身的名字都不一样 那我不晓得 政府有这种权利 可以自己决定 要把我们的名字改掉就改掉 因为这个不是光是 我们的这个名字之外 从我出身到现在 是我们的权益 除此之外 也是选举人权益 因为他这个选票 会寄给 不知道多少万的 华人的家庭里面 如果说他们看到 这个选票的话 他们将不知道 怎么去选举 因为这个跟我是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 但是加州政府 他的态度是非常强硬 那么他因为时间 给我们非常急迫 我们礼拜二知道 到礼拜 花了一天半 对不对 礼拜四 我们都还没有办法 跟他做沟通的时候 就是他不愿意改正的时候 所以我们礼拜四 在法院里 我们发了一个 紧急的诉状 但是那天因为 时间比较紧迫 法官对这个事情 没有处理 那礼拜五的话 法院是没有上班的 所以当然他们 礼拜五就准备 要印这个选票了 时间是非常紧急 加州政府 没有给我们 时间来去做这个反应 所以但是在 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也找到了 几个总管 就是说县政府 加州州政府 检察官呈现的 这些总管 我们在下班的时候 跟他们做个沟通 希望他们能够 把这个错误 把它纠正过来 但是他们还是 一直很强硬 到了礼拜天 就想不到 加州总检察官的办公室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他们的副检察官 打电话给我们 说他们愿意和解 我想他们愿意和解的 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 加州州政府 他没有任何的法理 没有任何的立足点 可以来改变 我们一生用的名字 而且过去的 差不多十年半之中 我在公职上面 这个名字也是 经过承认 在公文上面 都有我们的这个名字 所以说 在法理上 我们是完全站得住脚 后来我们在礼拜天 很晚的时候 达成这个协议 礼拜一把诉讼 把这个诉讼修改以后 送到这个法院里面 那法官也签字 就是说认定 但这个整个过程之中 他们是和解的 部分条件是说 他们不承认错误 那我们必须要 承担我们的自己的 这个法律的 这些诉讼费用 但是我们也接受 原因是这样 如果说这个事情 再继续下去的话 第一个时间上 我们会选票上 我们赶不及 所以广大的 这些选民的 这些利益 会受到损害 所以我们就是 把这个损害 引到最轻的方法 我们愿意承担 这些费用 但是这边 还跟大家提醒一下 是说 如果说以后 有些候选人 碰到同样的情形的话 他们要将怎么处理 对不对 很困难这个处理 因为你要跟 政府打官司的时候 尤其是州政府 打官司的时候 他们的资源非常多 那我们要自己请 掏腰包 请律师 这种诉讼费用 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够找律师 有这种能力 来跟他做反击的时候 也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这整个过程 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愿意选 这个时间简 来报告 因为我们要确定 在整个 法律的诉讼过程之中 不要因为 对外发布了以后 造成影响 所以 现在我们已经 尘埃落定 已经确定 我们是 在这个上面 完全没有错误 而且改过来以后 我们跟大家发布这个消息 所以大家现在不用担心了 如果你要的是中文的选票的话 如果你在他的选区里面 那么选票上面出现的会是 秦政国三个字 而不是什么爱里克这一城 那这件事情呢 听起来非常非常的 不可思议 很难想象 民主党竟然会用 这么无耻 无赖 幼稚 而且莫名其妙的方式 去攻击一个候选人 他们有可能 不是故意的吗 没有可能 因为秦政国 做核桃市市长 做了十年 在核桃市的时候呢 政府那边登记的名字 就一直都是这个名字 选票上出现的 也一直都是这个 哪怕是最近的 上一次初选 他的选票上写的 都还是秦政国三个字哦 那么按照 正常的大选来讲 他们所有使用的资料 都是沿用 上一次初选的资料 来使用的 所以 他们是故意的 要给他起一个 八杆子打不着的中文名 那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啥呢 我猜测 就是为了在临近选举的时候 给他造成更多心理上的压力 以及分散他的注意力 那选举呢 越临近 候选人以及团队就越忙 压力就越大 需要做的事情就越多 那在这个时候 你再给他加上一个需要他打的官司 那是不是就会让他更加手忙脚乱 去处理要面对的事情呢 也会把更加紧迫的 需要去参与竞选活动的时间 拨出来来处理这些事 要知道 秦政国呢 在这一次是非常强劲的候选人 他多年在核桃市做市长的成绩 以及他根基稳固的基督信仰 他在社区中的知名度是很高的 而且他的中文名 在华人群体里面是非常有辨识度的 加州恶意篡改他的中文名 如果到了你投票的时候 你本来打算投给秦政国 但是你看到选票上写的是 爱里克这一城 你会觉得这个人是秦政国吗 就算你去投票站 你当天去投票 你问那些工作人员 也不会有人知道的 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感觉到 大开眼界 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是他们做不出来的 为了拦阻这些候选人当选 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